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罗饰演授护肥龙的演员施介强 肥施 近年退居幕后 在香港电台做节目编导 2月22日年初期突然传出离世消息 享年60岁 体重约200斤一直患有糖尿病的肥施 在年30晚进医院 情况一直欠佳 至2月22日 家人见她的情况不大乐观 就急忙通知亲友见她最后一面 包括曾与肥施在亚视剧集中合作的张文慈 不耐老拍档车保罗在博爱医院工作中 未能感激前往 也不知道肥施入院 世界强的好友车保罗接受访问时 透露由于当时有工作在身 故未能感望见好拍档最后一面 为此感到十分难过 她说 张文慈 电话通知我 说肥施已经走了之后 我忍不住当场哭了出来 在香港电台工作多年的肥施 去年10月退休 香港电台发言人对肥施的离世深标哀痛 对他的家人只深切慰问 肥施于1981年加盟新一程电影公司 同年开始在香港电台做节目 曾在最佳拍档中演出 因为肥胖的身材而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拥有不少演出机会 他在1988年至1990年曾经加盟亚视拍剧 90年代 他被周星驰礼腰苍眼神死观 虽然镜头不多 但与车保罗一肥一兽的组合令不少观众留下印象 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就是授护肥龙 去年1月 车保罗无端端传出资讯 港媒邀请肥施与车保罗两人一起接受装访 那时候大家的焦点都放在车保罗身上 没想到 最终告别的人竟是肥施 肥施与车保罗年长两岁 两人是最佳拍档 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不少精彩演出 当时接受港媒采访 他们两个还大赞星爷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从来没有在片场骂过他们 车保罗表示自己走红过 一夜间赚过很多钱 但也经历过低潮 体会到圈中的人情冷暖 唯独肥施一直都会支持他 肥施好像医生一样 会给我定期复诊 过一段时间就打电话给我 问我死了没有 哈哈 而且 只要肥施知道有演出机会 就一定会通知车保罗 让他去试镜 而肥施自己就因为是香港电台的全职员工 有稳定的工作 不会跟车保罗去抢这些机会 肥施每次看到车保罗的新闻 就会打电话关心他 两人不常见面 但车保罗感受到对方的关心 肥施直到去时都没有谈过恋爱 他谈恋自己的工作只能养活自己 没本事买车买楼 就没有必要娶个女人回家 还连累了对方 当时 他这样说 我没有谈过恋爱 当然不是同性恋 经常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 说有个人照顾我挺好的 但如果只是为了找一个人照顾自己 那太自私了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 还是不要连累别人 去年的采访结束之后 车保罗与肥施互相面臂 车保罗这样对肥施说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每天起床睁开眼又转了一天 现在 肥施完成了他在人间的任务 决定不再赚日子 又回到了上篇的怀抱 参考来源